口子好像是不知道是为了一点什么 什么一点小小的事情 就在车里面打起来了 儿子坐在后面 我连锁了三遍 不打了不打了 他还要打 打到儿子方式打哭 他不均意一点 什么都不均意 所以其实是不是两个人还都想改变一下这种 是吧 我的话呢 现在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是家里什么都没有 要跟我在一起 已经有十几年了 但是我也不想分开 但是他每天都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吵 有时候反 想好好过日子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好 是这意思吧 对 你也是这个想法 还是说你就不想过了 反正他 他的性格不改 反正我 我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说说 你希望他变成什么样 好吗 他那个时候就是 来我就还不知道打牌嘛 就是我 我告诉他打的也是 真的我现在就希望他 今天呢少打一点 把儿子带好 真的家里面做饭的东西 我都可以跟你帮 不打麻将 带儿子就行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好 你希望你老公变成什么样 你觉得日子好吗 我就希望他少出去玩一点 少带朋友到家里来吃饭的东西 反正就这样 少交际 是这意思吗 对 他少交际 你就不打牌了 是吧 我也可以少打一点 好好好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婚姻家庭关系当中 女人的持家很重要 然后男人的责任和态度更重要 可是在你们这一段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呢 我们既没有看到女人的持家 也没有看到男人的责任和态度 所以我觉得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去探讨 就是生活的态度 你们如果一直这样玩生活 那生活早晚有一天也会玩你们 每天除了打牌 也没有其他的工作或者说爱好 或者说你觉得重要的事情 男人也是以出去应酬 吃喝玩乐 作为工作的这个理由和借口 不回家 不管家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相互较量的地方 看谁更不顾家 先听我说完哈 看谁更不顾家 看谁更好地来破坏这一段家庭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们两个人 要端正对生活的态度 想想儿子都那么大了 儿子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 你可以想得到 他在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的男孩 其实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他每天看到爸爸在外面应酬喝酒 妈妈在外面打牌 他才十几岁 他什么都不懂 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 昏昏噩噩过日子 那他这之后就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最重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先不要想你们两个人怎么说 把这个家庭的关系处理和睦 你们先把对待生活的态度变成积极向上了以后 最重要的问题是想想孩子的未来怎么办 你们把这个孩子的未来当成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 或者说未来生活的方向 来去调整两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再由而转变到对待家庭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否则的话 孩子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这个就是言传身教 打牌这个问题 可以当作您的一个业余爱好 兴趣爱好 但是前提是您得先把儿子照顾好 把家照顾好 爸爸也同样 工作赚钱养家很重要 您很辛苦 但是起码您没有把 就是您做的事情 用一个好的态度表现出来 让他怎么理解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先对生活 充满一些积极的正能量吧 然后再说其他的问题好吗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严老师 男方指责女方说天天打牌 不管孩子 女方指责男方说天天这个卡拉OK应酬 不管这个家 我没有人家 我没有人家 但是我还没想到 我没想到 我不能够 这么说 我可能要把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